这是一个具有超能力的狗子 急迟而来的汽车 那是一头撞飞一个 打飞机不用坦克 全靠双眼发射的雷射激光 一声巨哄 就算对方有千军万马 也可以轻松拿捏 狗子名叫闪电 他一直以为自己天赋异禀 而实际上 闪电的超能力 都源自于主人小爱 给他创造的虚幻世界 在他看不见的地方 藏着摄像机和工作人员 原来他们在拍电影 但闪电对这一切并不知情 他一直以为是自己守护着主人不受伤害 拍摄结束后 闪电只能回到房车 直至一次 编剧创改了剧本 小爱被抓走 闪电和主人第一次分离 他才独自跑出房车 正好看见抓住小爱的箱子 他着急的跑了过去 却一头撞在玻璃上 晕倒后掉在泡沫箱里 泡沫箱被快递员拉走 闪电刚踏入房车以外的世界 甚至都不知道应该如何跟同类交流 被对方的热情吓到后 脑袋意外卡在栏杆里 他想不明白 以前一白就能弯的栏杆 如今却无论如何也掰不动呢 然而他并没觉得哪里不对 带着电影里对猫的偏见 闪电抓住了一只黑猫 言行卡问下 黑猫还是一头雾水 你这是抓错猫了呀 当黑猫看见 闪电脖子上的项圈时 他才意识到 狗子可能来自好莱坞 于是黑猫立刻找来一张地图 指着好莱坞对狗子说 你的主人就在这里 在闪电的胁迫下 一猫一狗 开始去往了好莱坞的旅程 闪电先是用硬币吸引人类的注意 然后带着黑猫 顺利的躲到沙发下 下无声息的登上了汽车 这只狗子受了伤 但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流血 肚子饿得难受 还以为是中毒 因为在导演的虚拟世界里 他从不会受伤挨饿 于是闪电在黑猫的指导下 来到了人类露营的区域 装撒麦蒙的以此博得人们的同情 然后成功的饱餐了一顿 这时 一只仓鼠发现了他们 他一眼就认出了闪电 仓鼠可是闪电的忠实粉丝 他的梦想就是成为 像闪电一样的超级英雄 闪电却很奇怪 他是怎么知道自己是超级英雄的 当仓鼠得知 闪电的主人被抓时 立马决定加入他们的行动 小分队来到火车隧道的桥上 闪电准备跳下去 坐着火车去找自己的主人 仓鼠兴奋极了 黑猫却觉得他们都疯了 他拼命的想要逃跑 闪电没给他机会 带着仓鼠和黑猫一跃而下 好在大家都降落在火车上 可黑猫却被挂在了扶梯上 闪电想拉他上来 扶梯的螺丝却意外掉落 钩子也摔了下去 黑猫跑到安全的地方 而闪电又被卡住了 扶梯另一端的螺丝 在不停的松动 黑猫赶紧伸手按住 仓鼠以为黑猫要恩将仇报 他跳下来教训起黑猫 螺丝也不堪重负 闪电被甩到一旁 眼看着即将要撞到柱子上 关键时刻 他挣脱束缚 可他们也从火车掉了下来 来到安全的地方后 黑猫根据仓鼠的描述 猜到闪电的身份 你就是一个演戏的 之前的一切全都是假的 从好莱坞出来后 你也没有超能力了吧 你身上的也只是涂料而已 其实你跟别的狗子没有任何区别 闪电不相信 想来一招狮猴公证明自己 狗子的叫声 引来了动物管理局的人 他们全都被抓进了车里 这个女孩的狗狗走丢了 他一张又一张的复印群狗起誓 正当他伤心难过时 旁边的经纪人提着一个箱子 兴高采烈的说狗子已经找到了 女孩高兴极了 但是这只热情的狗子 好像并不是自己的闪电 可为了电影的进度 小爱也只能选择妥协 而真正的闪电 被抓狗大队关了起来 他不停的撞着车厢 却根本无济于事 即使已经意识模糊 但他还是要出去 回到小爱的身边 他使出全身力气 奋力一撞 闪电成功逃出车厢 他以为自己的超能力恢复了 原来是仓鼠打开了门锁 救了他 他立刻变得垂头上气 难道自己真的不是大英雄 他用手摸了一下身上的图案 看着手上的颜料 闪电似乎明白了什么 旁边的仓鼠一直鼓励他 在仓鼠的开导下 闪电决定 无论自己有没有超能力 他都要救回小爱 他们心事偷偷潜入动物管理局 成功救出黑猫 又坐上了顺风车 再次向好莱坞出发 这次闪电跟黑猫承认了 自己确实是一只普通的狗子 在黑猫的驾导下 闪电享受到了作为一只狗子 以前从未有过的乐趣 就像在车里伸出舌头吹着风 快乐的玩起水 把骨头藏起来 也顺利的交到了朋友 一路辗转 闪电终于来到了好莱坞 他听到了小爱的呼唤 然后激动地奔向主人 看到的却是 他跟一直和自己长得 一模一样的狗子拥抱在一起 看着这副和谐的画面 闪电失落地低下了头 默默地离开了 他走出好莱坞 却不知该去哪里 楼上的黑猫叫住了他 他对闪电说出了自己看到的一切 原来小爱只是在跟那只狗子演戏 他的心里始终还是想着你 说话间 闪电突然听到了小爱的呼救声 原来是摄影盆失火了 小爱被困在里面 闪电奋不顾身地冲了进去 在熊熊大火中 一人一狗紧紧地相拥 可现在最重要的是逃出去 他们必须抓紧时间 小爱因为吸入大量的浓烟 晕了过去 危机时刻 闪电对着通风管道 使出了四哄弓 成功让消防员注意到自己 他终于救回了自己的主人 救护车上 经纪人还想给小爱和闪电安排工作 却被母亲一把推出了车外 昌熟和黑猫也被小爱收养 一家人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在导演制造的虚拟世界 闪电虽然有拯救世界的超能力 但是他最想做的 还是待在小爱的身边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小默 咱们下期再见